参加全国两会的上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今天结合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 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韩正代表在小组审议时说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大力推进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 探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管理制度 运行机制和监管模式 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特大型城市治理新路子 上海有责任有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核心在人 重心在基层基础是法治 关键是创新 我们要切实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 为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贡献 韩正说 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和巩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使人民群众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 治理的过程要服务于人的全面成长 重心在基层 如果基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不解决 服务也好 管理也好 就不可能到位 社会治理的基础是法治 没有法治 基础不牢 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社会治理的关键和出路是创新 现在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已经不适应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期待 必须积极探索创新 韩正说 自贸试验区建设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胆闯大胆誓自主改 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的要求大力推进 自贸试验区的目的是什么 利益在哪里 今年四季度 当自贸试验区满周岁的时候 要推出首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制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杨雄代表在小组审议时说 总书记在参加上海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对于我们提升思想站位 更好的理解审议报告 更好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我们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和科学发展先行者的要求 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着力增强发展动力和市场活力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 但对照总书记要求和报告精神 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 我们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在上海自贸区建设过程中 大胆闯大胆是自主改 把压力变动力 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要更多的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 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 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一一垂代表沈亿时说 过去一年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 推进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经济发展思路趋于清晰 改善民生工作更加务实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社会领域改革涉及千家万户 触及不少矛盾 必须重视凝聚改革共识 选择改革路径 清晰改革理念 既要依靠政府 但不能完全依赖政府 也要发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 既要兼顾各类群众眼前的不同利益 又要坚持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既要敢于突破 又要有风险评估 既要全国一盘棋 又要分类指导 推进社会领域改革 和经济领域改革一样 也要爬坡过坎 防危率远 趋利避害 有前瞻性的思考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为中长远的改革留有空间 吴志明委员表示 市政协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 人才会萃 联系广泛的优势 为上海继续当好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和科学发展先行者 发挥好参谋助手和决策咨询作用 要围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开展专题协商 积极义政建言 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深入调研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为探索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 社会治理心路 献计出力 此外 英勇代表提出 要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加上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这句话 徐林代表建议 把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 进一步提升上海的文化软实力 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共同建设先进文化 推动文化领域 文化项目 文化设施 文化扶持基金的更加开放 在审议和讨论中 王军金代表还就简化前置性审批 通过落实企业投资制度 来激发投资活力的话题 谈了自己的看法 廖明委员提出 作为全国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 上海自贸区 下一步应该更多在税制信息 法制方面出台相关配套制度 保障企业平等参加国际竞争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